豪華七人車市場基本上是一枝獨秀 但總有些買家不太喜歡開 MPV 亦不會經常坐足七個人 我們今天介紹這三部車 正適合了 一樣豪華 一樣可以坐到七個人 我們儘管看看哪部最好開 哪部最實用 哪部最闊落 先試零至RX450H 代理說這車沒有2019年的貨美車 車價照舊89萬元稍稍稍 有甚麼優惠呢 如果你幫助他們做財務及買保險 送回4000元有券 馬力是三車之中最小的 但配備了混能裝置 所以起步感是爽快的優惠 駕駛感上 以豪華舒適為主 隔音很寧靜 鼻震 淚震 很舒適 整輛車給予你一種很高貴的行車氣派 符合靈智的身份 隨便拍攝 以及接下來就是Benz的GLE450可 代理懸觀推銷 2019年的現貨賣88萬走DD 本來是五座位的 最後一排送給你 三部車之中 GLE的馬力是最大的 但因為這部車較為重 起步感就沒有其他兩部車那麼爽快 但它給你一種很沉實很安穩的行車感 是很踏實的 其次就是它的車廂促進性亦非常高 駕駛起來亦以舒適為重 給你Fence應有的氣派 接著就是寶馬的X540i 三部車之中它的車價最便宜 事關代理提供三部版本 我們今天試的最便宜版本 同樣是2019年的現貨 最後一排送給你 X5的馬力就是三部車之中 但出奇地它的起步感是爽勁的 更正的地方就是盡在操控 這車駕駛起來 你會發現車架懸掛轉向是互相配合 完全不覺得這部車是一部大車 駕駛起來很靈活 很有駕駛感 符合寶馬以操控為本的特色 零至RX的中排是非常闊落的 而且我很欣賞它的座椅展材 軟硬適中坐下去非常爆腎 但它沒有電動調校 前後就要靠手動 幸好它的設備也是充足的 冷氣出風口但不能調校溫度 側邊有塞臉 特色在你反開手枕 除了有杯架之外 它還可以令這張椅子發熱 這個小的儲存空間 還有USB插頭 最值得我欣賞的地方 就是這部車中間沒有傳動軸位置 換言之坐中間的乘客一樣舒服 至於GLE的中排空間一樣闊落 頭頂空間尤其是因為它有非常大的天幕 但它沒有側臉 但它的中排座椅有電動調校 很容易找到舒服的座姿 冷氣上亦可以獨立調校風速和溫度 還要是分區的 手枕上就沒有特別 只是一個儲物箱和一個杯架 至於中間的空間 三輛車之中它的傳動軸是最高的 實際坐下去又不是影響很大 因為頭頂空間真的高 坐三人都算舒適 至於X5的中排腳位一樣闊落 頭頂一樣有很大型的天幕 但感覺上座椅的闊度 就是三車之中最窄的 它的扶手設計很窩心 你的手放在這裡會很自然很舒適 再加上這麼舒服的頭枕 你枕上去會令你很想睡覺 豪華設備亦足夠 冷氣系統一樣可以調校風速和溫度 它沒有窗簾 但有Type-C的充電閘頭 在前座椅背上 亦有電動控制 一樣調教到深水的座椅 至於中排方面 它的傳動軸是不高的 你坐下去不會有騎馬仔的尷尬感 坐中間的乘客一樣是炭的 這類5加2的SUV 所有後排都幾乎在後軸上 所以進出的空間 無論如何都不會有炭 一定要有些新手 先試0至RX 它的中排翻接是需要手動 幸好你一個手抽出來 便會騎出空間 上落難不難看示範吧 RX的後排空間是一般般的 頂腳頂頭 而且它的坐墊離地台太近 令你的腳很屈膩 坐姿是絕對不舒適的 唯一可取的地方 就是它三部車之中 獨有後排的冷氣出風口之餘 更加有溫度和風速的調教 在痛苦中總算有點舒適 至於進入GLE的尾牌 是Benz來的 當然是有電動中排翻接 而且一個按鈕便會向前翻滾 但走出來的通道都好像闊落少許 儘管看看上落如何 仍然是有些高難度的 但這輛車比較舒適 GLE的後排空間也是一般的 頂腳頂頭便在所難免 幸好坐墊離地台相對高一點 雙腳不用太屈膩 設備上這輛車竟然沒有後排冷氣 但它有杯架和Type-C充電器 而且這張尾牌的翻接是要手動的 以Benz來說便略謙豪華 至於X5寶馬出品 當然是有電動翻接 而且它的正地方在於 一個按鈕一按鈕完成 而且會對應前座位置 而作出相應調教 不過動作相對地緩慢一點 按鈕就不要上落客 而且騰出來的空間 看上去這輛最容易上落 一輛便完成了 進出X5後排是三輛車之中最容易的 不過坐進來亦有眼看 頂頭頂腳是必然的 不過它的頭頂空間是三輛車之中最鬆動的 輕微磨擦的車 豪華設備沒有甚麼 不過它有一個從底而上的冷氣出風口 起碼都涼爽 整輛車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它當然後排翻接要手動 就是這張椅子的寬度 很明顯是為小朋友而設 我這些臀部寬厚的人 我的屁股比這張椅子寬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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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接近的是三輛車的價錢差不多 品牌定位亦不相伯仲 喜歡Vinbo 三輛都不錯 選一輛吧